ETO 立即装装備 Yes Sir 如後來 你還站到 我說出發你聽不到 是你叫我不用再翻 你不想隔離家人 你差不等你的 Yes Sir 飛虎1就是為馬德忠量身打造的 他身高1米85 警校畢業 做過G4保護證人 是TVP最接近飛虎隊的演員 到天宇現在怼了 不用我伙計 我掛不到他 我不會收手 喂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兒 那你給我發消息出來 我一天掛不到杜天宇 你們不用只有我來茶飯吃 你玩得這麼大 我怕最後你玩不起 你啊 不要花份工 我現在命都不要 看看誰玩不起 拍攝時正值夏天 馬德忠隊長戴著楊烈維 羅仲謙等一般飛虎隊員 在烈日下拍宣傳照 內褲都是偷懶 羅仲謙在拍爆炸戲時 還曾被爆破物划傷 所幸并無大礙 拍戲日夜顛倒 馬德忠反复生病 如此情況 令太太張小兰十分火大 她在社交平台上安慰馬德忠 并炮轰TVB 公司不顾员工休息 没有人性制度 只有向福岛的合法一堆 才可以將它化解 之后 張小兰還諷刺TVB高层 乐意玲 是乐大妈 说话不尊重人 一波未平一波又喜 在拍攝王晶电影 孝公正武林时 马德忠和陈浩明 还曾卷入性骚扰女演员的事件中 陈浩明在喝醉酒之后 狼尾女演员陈嘉环 事件曝光后 他还抵赖 称自己的行为就是热情好客 引发了外界一片骂声 马德忠也在当晚的酒桌上 因为抱了陈嘉环 他也被外界质疑行为不端 好在陈嘉环方面 出来澄清 说当晚马德忠是 贴着陈嘉环的耳边 问他有没有事 并且安慰地抱了他一下 手没有触及敏感部位 不是凯游 得到受害史的澄清 马德忠这才喜情冤屈 可是造谣一张嘴 辟谣破断腿 大多数网友都认为 马德忠和陈浩明一样 行为不端 因为负面新闻的影响 马德忠的事业 一度陷入泥潭 生活困难 那时候又需要人手 我又需要钱 那时候已经是演员了 穿条短运动服 送家具装 问人摆边 又帮手搬 你都要放下身权 演员都是要搵食的 那时候是这样 去挨过一些艰苦的日子 唯一幸运的是 《飞虎一》播出之后 口碑和收视喜人 夺得周末黄金时段收视冠军 马德忠饰演的展翰涛 致勇双拳 严守纪律 成为观众心中 飞虎队长的代表 凭借这一角色 他被第六次提名为 TVB最佳男主角 两年之后 《飞虎2》开机 马德忠再次回到TVB拍戏 在一场爆炸戏中 马德忠抱着周嘉欣奔跑 不料受气流冲击 他突然失去重心摔倒 连累周嘉欣也跌倒 全身擦伤 最惨的是 在另一场动作戏中 马德忠伤到任带撕裂 备火休养 还推掉了不少内地的工作邀约 变好之后 马德忠来到大陆发展 他和闫妮胡歌出演了《生活启示录》 在其中饰演富兰克 还和关晓彤出演了《轩辕见之汉之云》 在其中饰演骁勇善战的大将张涵 那些年 马德忠默默拍戏 远离一切绯闻八卦 留给大众的只有影视作品 2018年 他第16次提名TVB最佳男主角 这一次终于凭借着跳跃生命线 拿到了适地的殊荣 很多谢所有支持我的观众朋友 传媒朋友 我相信我爸爸在天上面看到的 妈咪你在电视机旁边 不要哭得不紧要保重身体 我多谢我儿子 他给了很多快乐我 最重要是多谢我太太 做过一个艺人的太太不容易的 你照顾得我和我家很好 多谢你 2022年 马德忠出演《飞虎三》 开拍之前 他提前做体能训练 专业的拿枪姿势 犀利的动作 令观众一秒入戏 展伯文是飞虎队的总队长 个性严厉 重视队友和义气 看着他训斥新兵 一切好似回到了飞虎一 从2011年到2022年 飞虎队在成长 演员也在成长 11年间 马德忠经历了声名狼藉的时刻 人生陷入低谷与黑暗 好在他坚持努力 事业和生活都走向了新的美好阶段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